大家好,我是张希,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说几句话 首先呢,很感谢这几年大家对我的支持 这一批作品的名字叫《开关》 然后呢,是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的作品 很荣幸呢,丹佛的普拉斯花囊能够帮我做这期作品 这期作品的名字叫《十一个庆祝会》 然后呢,我也把这批作品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的理想就是把两种不同的空间 一个是电脑空间和现实空间 这两种空间的人物身份给切合一下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批作品的这一张是我的个人画像 也是有两种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客观的世界,另外一个是主观世界 还有一个是电脑世界,还有一个是现实世界的结合 这张作品呢,叫《害羞的》 然后这张作品叫《直觉的迷宫》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层画的时候比较写意 第二层呢,我就用电脑的那种光的那种 像打磨石器一样的那种效果 很多广告呢,就用同样的方式 所以呢,也就把这两者结合 然后这张作品呢,名字叫《AM11Zone》 没有中文名字,大概的方式也就是用QQ 是我和我一个朋友之间的对话 然后呢,因为很多网络空间的朋友我也不是很认识 我就把它们画成碎片 所以就画成这种效果 然后观众呢,可以用它的想象力完成剩下的部分 然后这一张作品呢,是现在的《华尔街》事件 有很多那个,中文叫好像是叫抗议吧 对,中文那个是抗议 他们最近的发生了一个事件 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 所以以这个为主题创作了这两幅作品 唯一不同这件作品呢 事实上我是用小孩的面孔 代替了大人的面孔 其实理念很简单 就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儿童时期一步步 长为成人 很有意思 每个人会变成有不同的结构 这张作品是到手第二款作品 叫《无名的死代》 是我最喜欢的一张 是把抽象和表现主义结合起来 所以两者之间不是很清楚 这张作品名字叫十一 是《无名的死代》的前期 也属于它的一个基础 最后这两张作品 这张作品名字叫庆祝会 我是把婚礼还有葬礼 这两者结合起来 然后呢,也是想创造一个这种开关的效果 不明确的状态 然后这个影响是快乐小分队的主唱 他的一生对我的影响 谢谢